好 昨天大法官提名小组开会了 我们看到赖切德总统也在现场 他说会推符合社会期待的人选 这一次一共要推七位 要选七位大法官出来 我们看到赖切德总统说 会把人选往着 有所谓的倾听各方意见 广纳优秀人才 并且选出推出符合社会期待的人选 那外界就要问了 有没有可能是符合您赖切德的人选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提名的大法官外界都说 或者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是蔡总统的人马 那赖切德会不会选出赖总统的人马呢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 我们看到郑文燦的贪赌案 现在办到哪里了呢 雷山大雨点小吗 吴宗憲作为2017年那个时候的检察官 也有参与此案 今天早上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三声无奈 我们听听看 我今天为什么很多话我不想讲 其实我跟很多人说 我如果离开检方到现在四年多 我为什么绝口不提郑文燦 因为我知道他太多事情了 我监听他们那一群人两年多 我比他老婆还了解他的作息 为什么我都闭嘴不讲 因为我对我当年那个检察官的工作 我对他我是尊敬 尊敬这一份工作 我觉得这个职业道德之下 我离开之后我不乱讲话 吴宗憲不想乱讲话 可是当时据说有两次签结 就是检察官去查了之后 没有什么可以办下去的就签结 其中有一次签结的主任检察官 是这个检察长 是王俊丽 王俊丽说对 我在民国109年3月开始 就在这里担任这个检察长 我没有预设立场 我有签结一次 那一次是因为调查所得 而为之决定 因为我们认为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办的 所以签结了 我们看到这一位王俊丽 这个检察官 他曾经担任过法务部的检察司长 桃园地监署检察长 在蔡英文执政期间 还当过调查局长 所以外界也贴了他一个标签 他算是小英气重的人 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对郑文燦案大多敬声不语 大多不说话 那今天看到王世坚 有跳出来为郑文燦说话 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听听看 我觉得郑文燦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那至少我们了解到了 他在这个参政的这期间当中 他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 其实他都表现得非常好 我相信不会是赖总统的意思 因为他现在刚上任 那国事如麻 其实也没办法 有什么心力 特别说针对哪一些 过去他不高兴的人 有恩怨的人 他怎么去追杀 如果不是赖总统的意思 那么到底是谁的意思 我们看到土地的利益有多大 有人会痛下杀手 把时间倒回30多年前的1996年 那个时候桃园的刘邦友县长写案 八死一重伤 就是因为土地开发案 酿成灭门写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利益 有人说是几百亿 甚至几千亿的利益 各方都在觊觎 光是这一次出事的华雅科 很多人说是案子里头最小最小的那一个 可是当时郑文燦在当市长的时候 也曾经为华雅科喊 前进桃园 蔡总统 赖总统 当时他是行政院院长 都曾经出席相关的剪彩活动 而大家在喊 郑文燦案之后谁是下一个 现在有一个人被起诉了 这是前新竹县县县长杨文科 快讯出来了 贪污罪起诉 那据说这是包庇天坑建商 恶性重大 检方说总共有12个人涉案 没收2.5亿的犯罪所得 来 先请教龙介仙 怎么看包括大法官 以及这个弊案相关的会查下去吗 我在说老庆帝很多人不以为难 要独心 怎么会不是赖亲德 我说这件事你对庆帝还没了解 所有的事情 大法官你们等于提名你就知道 他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 各位不要忘了 我所有讲的都是有脉络可循 2019年他挑战蔡英文的时候 谁让他输得那么惨 你都不记得了 不是蔡英文 蔡英文是感觉 你们都把我保证没有人要赚了 我一个出国夷当天就有人定期 说要让我财算 赖亲德是自信满满充满的自信 赢了20几% 经过两个多月为什么会倒数8% 那个8%是多少 最后等于是气泄投降 谁让他气泄投降 优秀不薄非君主 当时的院长就是苏贞昌 各位再看看 所有背后赖亲德我夸他就是说 他做事敢做敢当 你就是你 用了人 你要用的人我从来不会反对他 可是出了问题 所有的责任就是你必须扛 前子你还记得当时台北市长 这一次最近的局长 讲话人挑了谁 方阳林 大家以为说内政部长就要李希和来 李希和在台南出来 就是在亲德的意志 首都的治安 检紧掉他开始抓 他用了这明签的时候 第一天不是就马上发布廉政署长吗 有人这样用 就不要够你们有操作的空间 那就因为郑文燦跟苏贞昌 这五年来埋了多少人 在检紧掉 他提拔了多少人 金融企业 政府部门 他这边已经开始在清 你不知道 所以整个 赖清德 他要掌控检紧掉以后 慢慢就是把手 从金融 为什么 金融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今天所有的光电弊案 会这么糟糕 就是因为金融一路开绿灯 一路开绿灯 那再来就是政府部门 那你回头看看 郑文燦跟苏贞昌 安插了多少人 所以在清德一定会亲 他把这边清完了以后 来 他说借郑文燦的人头一用 他还要借在野党一把刀 好那现在回头来 你包括杨文科也好 包括高宏安 包括后面要办的这些人 你们谁可以说他是 这个半男不半女 他变成所有的正当性都出来了 他先办郑文燦给你看 所以后续 他还会继续操作 但他必须 因为他有高度的危机感 他一直要 避免2028在党内 有人挑战他 所以第一个投名状 林佳龙就来了 政国会就搞掉了 陈廷飞 就是等于投名状 他现在为他 还没出手就是陈其迈 除了陈其迈 他还没上帮 各位不要想说陈其迈 你没办法 今天大家都不错 我说给你听 你们爸爸在台南市 做副市长的时候 判斥就已经很清楚 包括你们家三个人在台南市 所以他会把这边 做成恐怖平衡 只要你们都不挑战我 林佳龙跟陈其迈 你都没挑战我 因为郑文燦我把它收起来了 所以这一些背后 加上他第二步 启动以后 征办的工作 他也可以办真的 也可以办假的 你只办了郑文燦一个 其他后面 跟我专对家来转移焦点 清德兄 我是不能给你这样 有很多事情 我也跟法务部长说 也是跟卓院长讲了 哪些案子你们到底办不办 你们都信誓旦旦跟我讲 一定会办 所以你的意思是 陈其迈的爸爸在台南 有一些东西掌握在他手里 不是掌握 就是说他很理解 他很了解 过去插什么台 他对他一路的脉络 他很清澈 他现在身族兵有军事 都会把体育经理这些资料 包括你 我 你们是没有 我是一定有 我是一定有的 他吃饭在等我 吃吃饭在等我 吃吃饭 我也吃吃饭在等你 好 来 任君一兄 因为今天有一个 杨文科被起诉的案子 我看到国民党的发言人 这个杨志瑜说 国民党尊重检调的司法调查 也相信杨文科的清白 希望检调司法 后面这个大概就是 心理如意的说法 但我不知道看到的就是说 国民党相信杨文科的清白 这句话 因为很容易会跟郑文燦对比 一定会跟郑文燦做对比 郑文燦出事的时候 之前民进党的这个 对他党内的人是 出任何问题的时候 通常也都是会补那句 相信他的清白 不过郑文燦这个案子 到目前为止 我好像还没有听到 党内的人说 公开的讲说 相信他的清白 支持他干嘛干嘛 好像也没有这个说法 才会被认为说民进党是不是要跟 这个郑文燦做切割 那世间委员的那个说法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相信杨文科可能也会这样想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拿来当成 就是司法事实 我觉得他不会成立 他不会成立 所以回来看 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司法的案件 确实是会影响民众对于政党的信心 你光看郑文燦这个事件 这个之前做了一个民调 虽然赖清德的这个民调 并没有因为郑文燦的事件 受到影响的下跌 我现在讲单一民调 这应该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 但民进党的制度掉下来 这个如果对比当时在国会改革 无法要通过的那个过程当中 那个民调变化得很大 因为那时候民进党讲说 你看我们的这个民调制度是上来 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民调制度 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是往下掉的 那现在翻过来 所以我觉得司法这件事情 当然大家不喜欢有太多什么开绿灯 开红灯 因为我讲过 我说如果有这种开绿灯就代表 那有很多东西 有些东西可能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被办 那还没有被办是因为还没办到 还是因为不能办 所以吴宗憲的那个说法 说实话 我说他尊不尊重检察官的 我尊重他的说法 我尊重他说他尊重检察官的这个工作 但问题是大家比较质疑的 包含社会上质疑就是说 如果有所谓的开绿灯 或者是红灯的这个状态之下 那当时承办的检察官 不管你要签结 不管你们为什么要去连结 一个王俊丽的那个说法 所以王俊丽又说 我没有任何的这个预设的立场 是因为大家会怀疑说 是不是因为有政治力的压力 所以导致到原先在承办的人里面 他不能把这个案子继续往下办 吴宗憲当然也会是一个指标 所以当他出来讲说他因为尊重检察官 我觉得这跟尊重检察官的工作 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今天真的查有 任何的不法的状态之下 你就应该往下办 你没有往下办 就是代表你证据力没有够充分 所以这不是你了不了解 谁的作息的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 到司法上面的时候 是应该被公平检视的 如果你今天在司法这个 当时为什么搞特征组 不就是因为大家担心说 因为有谁谁谁的案子 或者谁怎么样 因为他皇亲国戚 因为他位置高 位高权重 所以一般检察官不敢办 所以我们才搞了一个特征组 所以我觉得不是在 尊不尊重检察官这个工作 所以他不能乱说话或不能多说 而是在民众的心里面 如果司法检掉介入之后 发现他确实有违法的状态下 他就应该要办不是吗 来 辉文兄 签字我们全国的检察官有1300多个 我要提醒吴宗憲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当过检察官 现任的检察官他1300多个 你要分极检先打一下草稿 不会衰脱 这一阵前就在跟友台连线 友台连线这个一定要吸引点阅率 说都删到很像是扮郑文燦第一人 你有扮过郑文燦 郑文燦被你扮过 夭壮 扮郑文燦第一人 我听你 你说 还什么你了解郑文燦的 比他太太之外他的作息 你扮的是郑文燦的干爹 这差这么多 你根本不是扮郑文燦 好不好 你也好了 郑文燦的干爹 你搜索不到一个月就把他起诉 你还鉴请法官重庆量刑 郑文燦的干爹 最后被判2019被判多少 被判六个月 一颗罚金 2015收费2016就起诉 你有监听两年多 你如果有监听郑文燦的干爹 我没关系 你有监听郑文燦吗 那个钱子 郑文燦的干爹拿多少钱你知道吗 拿5万 拿那个台秘 黑暗那个副局长10万 这款案件 一个白手套拿5万 送给副局长10万 这是什么鸟案 龙杰兄听得到就想笑 这种东西拿出来讲 当年的妈妈嘴命案 双氏命案 后来就是吴宗憲办 吴宗憲我没有时间骂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重要 来 我讲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立法院的障眼法 龙杰兄 你早也跟我说了 说什么 10万3万 不好意思 今天就不好意思 立院通过节育邀赖总统国情报告 赖总统会去吗 赖总统他我不会去 昨天就找总统副案的人讲说我没有要去 我在等大法官的暂时处分 我在释憲 我没有要去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 立法院通过节育 赖总统昨天已经讲说我不去 总统副案的人出来讲的 请问立法院能拿赖总统怎么样 我跟妳讲 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不是这样 你又笑你来 最好不骗 就真的这样 对啊 你也不可以罵 你也不可以罵 你只能罵他而已 来 前子 这是我们火旺老师已经退休 台台教授 用民主反民主 赖总统就是犯例 对 他本人就是这样 你立法院 因为火旺老师讲的很公道 你立法院通过的什么国会改革无法 或者所谓的这个国情报告 这些东西 荣获有可能是违宪或是有些地方 可是毕竟他是一个民主的殿堂 对不对 他这些民意代表包括谢隆介 都是一票一票 不管是你是区域票或是政党票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我要请问赖总统 青鸟的民意基础是什么 他们这都是立法委员 不管你是 你是代理 不代理黄介也是立委 黄介也是一票一票选出 那青鸟是什么 什么叫做你就是用民主 你反民主 你用青鸟来威胁大家 赖总统有人这样干了吗 从李登辉 陈水扁 这样一路下来 哪有人总统 你们如果这个没有不接受到法官的话 青鸟会飞出来 又被窮了 这都没人这样太陷了 总统就像这样 你在台南市区 你跟谢隆这个卡罗 你跟谢隆在队下 因为那是台南市区 那时候你是市长 你是市长 你们的层次较低 现在龙介已经做得立委 你做得总统 你还来台南这一套 你把大家都当成吴建宝 把大家都当成李全教 你也好了 动不动就青鸟 你像个总统吗 搞什么鬼啊 还说人家反民主 反民主的人就是你赖清德 好 接一下广告